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不到的这样一个数字 朗普总统真的是践行了他美国优先的原则 美国能报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 中央政府准备不足 中央政府太轻忽这个事情了 而归根到底就是朗普总统 咱们这么讲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不光美国这样 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英国首相鲍利斯约翰逊 有着跟朗普总统一样的 一头金发的约翰逊 最近入驻ICU了 呼吸机都用上了 不知道未来要不要用叶克末 可以说 布里斯约翰逊 人家真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 疫情刚起的时候 人家信誓旦旦的说 没事 咱们英国要搞这个群体免疫 应染尽染 结果人家不等老百姓先感染 自己先以身试法 自己先感染了 这一次约翰逊首相能在鬼门关中走一遭 相信他真正能明白什么叫应染尽染 咱甭说死个百分之五 死个百分之十的人 哪怕就是死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的人 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 那是活生生的人的丧失啊 我想约翰逊首相躺在病房的时候 是不是要后悔他这个应染尽染的政策 别的国家也一样啊 大家记得吧 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我们就讲过 印度有的高官说 没事 我们印度人炼瑜伽 炼了瑜伽 你身体免疫力增加 然后你就不得新冠肺炎 现在人家瑜伽这个事不提了 开始提牛尿了 印度老百姓对牛真是很尊重啊 牛的粪便要做成饼干来吃 牛的尿要当做圣水来沐浴 听说印度有的地方消毒都不用消毒水 省了八次消毒液了 人家用牛尿来进阶消毒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我实在是不敢想 印度未来疫情会怎么样 逼得印度老仙莫迪 人家都使狠招了 什么狠招 莫迪出来说 哎呀 为了应对这个新冠疫情 我可能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就一个提议啊 咱们早一天 全印度所有家庭在那一天 同时间把所有灯都给灭了 我们灭九分钟来共同祈祷 让这个新冠疫情赶快走吧 莫迪刚提出这个事 有电力部长出来说 哎呀 最好不要这么搞啊 咱们印度的供电系统是很脆弱的 短时间内集体关灯 再集体开灯 我们这个电力复合承载不了啊 后来有明白人出来说了 哎呀 莫迪的意思啊 并不是把所有用电器全关了啊 其实印度的用电器也不是太多 莫迪的意思是咱们就把灯关了啊 短时间内全印度十几亿人口 把灯全都关了啊 这个用电复合 印度还是能承受得了的 好吧 印度提关灯 白俄罗斯更狠啊 白俄罗斯总统说 怎么样对抗新冠肺炎 两大传家法宝啊 泡热水枣喝福特吉亚 人家说 听说这个新冠肺炎啊 不抗高温啊 以往说可能是不抗30度高温 所以这个热带国家不得 这个传言已经被打破浪 热带国家也得 现在的说法是不抗超高温啊 52度53度以上就能把病毒杀死啊 问题是上哪泡枣敢泡50度以上啊 50度以上的水你泡个10分钟20分钟 都能把你皮烫熟你信不 更关键的是 本身这个前苏联国家男人就爱喝酒 哎呦 以往吧 你说喝酒还得躲着点啊 最好不要让媳妇知道 现在好了 总统告诉我们 喝福特加能抵御新冠病毒 我真是不知道啊 未来白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 死于酗酒的人 比死于新冠肺炎的人还多 其实还有比白俄罗斯更荒腔走板的国家 那就是巴西了 巴西总统啊 人家到现在为止 根本就不相信 这个病毒能感染巴西普通人 人家从来就认为 这个病毒是有钱的外国老带来的啊 顶多能在巴西上层传一传 巴西下层老百姓 千万不要担心 没有事 随便上街 随便工作 而且巴西人热情啊 啊 在大街上不认识你都能给你来个贴面旅啊 所以巴西总统告诉大家 不要担心 该怎么生活就继续怎么生活 只不过考虑到新冠肺炎啊在全球蔓延了 所以巴西总统有个提议 就这样吧 我们全民找一天 摘戒一天 这一天啊 我们啥也不吃 啥也不喝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祈祷 啊 把新冠肺炎赶跑 您看看 人家莫迪那样 九分钟吸灯就得了 巴西这个可太狠了 哦 24小时 不吃不喝 问题是 咱们也清楚啊 很多得了病的人 你这个营养得跟得上啊 巴西现在就说确诊的人数少吧 那也有啊 这些病人 你也让他一天不吃不喝 还有大量的可能已经感染的人 免疫力再减少的人 你也让他不吃不喝 如此这般 我真不知道巴西的确诊数量还要涨多少啊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赵旅拍案